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国 水浒跟西游记 那这些主题其实到了最终章 观众们看过之前这几部作品之后 都会很期待林奕华究竟要如何来诠释 尤其是林奕华的诠释都会跟传统非常不同 这次在宣传上你的写了的句子是 每个人都要补自己的洞 各位跟我们说一下林奕华看到的《红楼梦》是什么 我们这次会在舞台上看到怎样的《红楼梦》 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做梦 这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事 那你当然可以说那就去看佛罗伊德就好了 可是我觉得作为华人 我们的梦是不一样的 因为梦它是从意识而来的 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 其实平常我们在吸收一些什么的一些讯息 然后把这些讯息如何处理 导致我们其实把一些压到那个意识的最深层 或许最底层 然后在你做梦的时候它再释放出来 所以这一次我们就说 《红楼梦》其实是把红楼给拆掉 然后让梦可以释放出来 所以什么叫做把红楼拆掉呢 简单来说就是在现实当中 有非常多的一些体制或许规矩 把我们塑造成为这样的一个人 可是我们有可能并不想成为这样的人 我们也不想做这样的人 那我们到底是谁呢 那这就是我们想做的《红楼梦》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其实贾宝玉它本身是块石头来的 然后这块石头是为了经历某些事情 所以它要付出这个代价 来到荣国府 来到人间走了一趟 所以它有一种意识在 可是它忘了 它忘了它自己其实是一块补天不成的石头 可是当它完成了整个旅程之后 它才知道说 这一次它下来不是补天 但是它却丰富了很多人的生命 那我们作为一个人来讲 作为一个华人来讲 那我们到底是丰富了谁 又让谁来补我们的洞 这就是这一次的主题 所以导演把这个红楼拆了之后 你看到的潜意识里面 人真正的最终的欲望 或者最终的渴求究竟是什么呢 我自己这一次经历的一个过程蛮有趣的 因为我不是那种一来就把剧本写好的导演 我需要自己也去探索 所以这一次我跟演员的工作 其实第一件事情就是我找了很多 我小时候听很多的一些台湾的国语歌曲 70年代的 不要抛弃我 回头我也不要你 呼吸满杯 恨你入骨 复兴的人 然后我就让演员们 国语台语都有 对 主要是国语 就是那种 压抑的 影响的那些歌 那这些歌曲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我大概是在小学阶段听这些歌 而且他们是风魔香港的 就是像青山 姚书荣 很多这些歌星 当时在我小时候来讲 他们是代表台湾的 不是陈启臻 不是张璇 那但是他们带来这些东西 我今天在听 跟我的演员一起听的时候 我们就听出很不同的东西来 跟我小时候 小时候你没有生命的经历 听什么恨啊恨啊恨啊 你不会觉得说 恨就是恨 它只是一首歌而已 对 它就是一个歌星 穿着漂漂亮亮 站在上面 好像限制下凡 可是今天你在听的时候 你会从不同的歌 跟相似的词当中 听得到 其实我们很多的那种男女之间的那种不满足 跟那个预期的落空 所以那些所谓的恨啊什么的 它其实还是回到说 为什么我的自我价值 到了你的手上 居然是这么的没有价值呢 那我觉得《红楼梦》里面 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人 家族里面就是会有阶级 所谓有主人 也有奴隶 所以奴隶就会觉得说 当然我的价值就是由主人来决定 以致奴隶跟奴隶之间 价人跟价人之间也会有非常多的心理活动 甚至是政治斗争 可是主人并不见得说能够免疫于所有这些复杂的心理活动 因为其实哪一个儿子比较受宠 然后哪一个女儿他好像是比较富贵 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他们每个人如何去感受别人怎么看自己 所以这一次我觉得这本书对我一个很大的影响 就是我可以从以前的老哥一直来到今天 我们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做我这个角色 是会有很多的一种不甘愿 不开心 诸如此类的一些负面的一些情绪 所以有这些东西我们跟红楼梦就不会远了 其实说跟红楼梦不远 但是导演呈现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红楼梦 我们想象中的红楼梦是一位男性加宝玉 身边跟着十二金才 当然还有其他的关系人物 但重点是金才都是女生 但是导演这次在你的戏里面十二金才是男生 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部分吗 首先是我们已经有这么多的电视剧跟电影 曾经改编过红楼梦 所以对我来讲如果我有的是舞台 而且舞台有个限天上的一个限制 它是超过一百万字的小说 那你怎么去呈现出来呢 那如果人家已经拍过七十集的电视剧 也拍过比如说三小时的电影 那而且有剪接 而且有这么多电影的一些魔术可以变 那舞台就是舞台 所以从一开始我就知道 我不要去重现那些情节 而且大家要看情节 要看情节的表演 戏曲有很多 所以第一件事情我就知道说 我是要把一个大家没看过的红楼梦 给亮出来 那没看过其中一个东西就是 男生如果要去演一部 一直以来被认为是连读都不要读的书 那她怎么去进入到这些女性的角色 因为我们都知道嘛 我们有四句话就是说 少不读水虎 然后就是老不读三国 然后就是 男不读红楼 女不读西乡 对就是这四个 那为什么男不读红楼 那这一次我觉得我发现一件事情是 会不会因为男不想红楼读他呢 所以在这个戏里面 我们有一句广告的标语就是说 用男性的原罪来演绎女性的宿命 什么叫做原罪 什么叫做宿命 什么叫做男人 什么叫女人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认为说 哎呀男人花心思 就是这样的啦 就是天生是这样的啦 那女人痴情就是天生是这样的啦 那我们这个天生这个意涵 到底要牵涉有多广呢 是不是可以说 因为她是天生 所以我就完全不需要去认识她 也不需要去问自己一些问题 所以这一次其实我们就是 把这个角色倒过来之后 让我起码这些男演员去了解到 比如说她们的妈妈 她们的姐姐 她们的女朋友 其实是怎么看自己的 刚听到这些歌的时候 她是有些受到刺激 可是一整天下来 包括多听几次 多听几首 然后拿起歌词 然后没有音乐 然后把歌词当朗诵 然后到最后她会唱 然后她回来带一句话 我觉得那一天的收获特别丰富 她说我在这些歌当中 明白了我妈妈 导演这次带演员一起读 这个经典原著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方法 他们是真的要读原著吗 或者是你们也是透过讨论的方式 去跟演员一起创造这个剧呢 我们用很多方式 我刚才说听那些老歌 是我们第一天做的事情 那我们就很好玩 就是有位演员 就男性荷尔蒙 非常非常强大的 所以刚听到这些歌的时候 她是有些受到刺激 可是一整天下来 包括多听几次 多听几首 然后拿起歌词 然后没有音乐 然后把歌词当朗诵 然后到最后她会唱 然后她回来带一句话 我觉得那一天的收获特别丰富 她说我在这些歌当中 明白了我妈妈 明白了我家庭里面的 某一些情感关系 或者纠结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棒 那另外一个方式就是 基于我觉得 我不是一个很强势的导演 我叫你做 你就必须要做 会怎么样 我都常常尝试理解 她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 她为什么会这样看自己 因为如果我不这样去做的话 戏剧对我来讲就没有意义了 因为戏剧只是我的一个工具 但是如果有人说 我没有办法进入 或许通过文字去进入那个东西 我的工作就是 让她有这个兴趣 终于她愿意把书拿起来 我不能说因为你签了约 你来演这个戏 你必须要把它读完 我觉得即便她愿意这样做 其实你不是从心里出发 读不进去 对 她读不进去的 所以导演会用什么方法 让她有兴趣呢 唱了那些歌之后的 第二个工作法 我让他们看一个电影 就是会有这些歌做主题曲 或许插曲的那些 七十年代的台湾的电影 然后我跳了彩云飞 就是珍珍跟邓光荣的 然后他们都没看过 因为我觉得除了兴趣之外 还有一个东西是 我觉得台湾是这个断层的文化 原来还蛮严重的 因为我们在香港一直以来 电视台都会播放老片 所以不需要有一个所谓电影的频道 我们打开电视 现在有可能也是 晚上两点钟可能就会看到彩云飞了 因为那个版权被买过去了 可是因为各种原因 我想台湾没有这样子的一种方便 所以很多这些片子 对我们来讲非常就是家常便饭 可是对他们来讲连古董都不是 因为他不知道它存在 所以我放了彩云飞 然后看到一半 珍珍就死了 然后我就问他们说 你猜接下来那个情节是什么 然后他们猜这个猜那个 但是很少人会猜得到说 下半场出现另外一个珍珍 然后那个珍珍是跟上半场那个 完全不一样 上半场那个是个灵黛玉 因为它好像风一吹它就会倒的 但下半场那个比较像一个死相云 它就是一个很强的一个生命力 从而我跟大家分享说 其实《红楼梦》不见得 一定要在那本书里面才有 它的影响无处不在 它其实把比如说 那个《红楼梦》里面三百年前 曹雪芹已经有一个桥段 南京有一个珍家 有一个珍宝玉 北京有一个贾家 有一个贾宝玉 然后贾宝玉会梦到 珍宝玉来到他家里面 这种一人分尸两角 以至其实两个生命 只不过是一体的两面 的那个另一个我的这种 对我来讲非常前卫的概念 那个年代已经有了 所以我没有把他们强拉到小说 可是我想告诉他们说 除了彩云飞 还有一部是那个 Hitchcock的一个导演的电影 叫做《迷魂记》 《伏玉记》 它其实也是在讲说 为什么一个人会遇到两个 一模一样的人 从这里他们再进去《红楼梦》 去找那个所谓贾宝玉 它到底是谁 它是石头呢 还是贾家的这个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块宝玉呢 这些东西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讲都是很好玩 导演刚刚说你给演员们听了很多台湾70年代的老歌 其实导演自己也写了词 对 写了《红楼梦》的主题曲 我们先来听一下吧 好 有些人匆匆一面 再也不见 如同每一天中的每一天 人随略影在浮光中 搁浅 没有真知有限 有些心事来了又去 人随乱想在无私中 乱见 乱见 有些人久久不见 却在眼前 如同那一天 就是这一天 且让未来在过去中 缠绵 只有风没有月 有些思念 去了又来 就让神楼在海市中 实现 实现 似曾相识 未曾相遇 似曾相聚 未曾相识 我为何只能是你梦中的人 我为何只能叫你把家当真 当真 导演 导演这里面的词真的意境很美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境创作这个曲子呢 因为我们跟韦里安邀约 你能不能唱这首歌 他很愿意 他也愿意配合 只是他只有三四天的时间 所以我必须要把词先写出来 让陈建吉老师可以把 可以补曲 对 那个曲也写出来 所以都是在那大概四天以内的事情 那但是写词他用赌博来形容好像有点势力 可是他真的就不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 而且我对写词这个东西 一直以来我抱着一个比较是 我希望我不是用理性去写的 我希望我是用我的情感去写的 所以写这首的时候 然后我就想到 他要代表《红楼梦》这本书 那可是我连戏都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我怎么知道这首歌应该是怎样呢 那我就想到 蒋旭老师帮了我一个忙 就是我之前有读到 他看《红楼梦》的一些分享的文字里面 有提到有一张 其实是个小节 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东西 就是贾宝玉他要去某个地方 然后他路上经过一个小村庄 然后遇到一些庄家人 然后他这辈子没有见过 庄家人应该怎么去织布 所以他就留意到有一个女孩子 然后那个女孩子就有一个织布的机器 然后他就对她产生了一些感受 但是他只是短暂地逗留 所以就走了 然后走的时候他就在 他大概感受得到他这辈子应该不会再见到她了 所以他就回头 然后就没有见到她 可是当车开了 这个车开了就好像整个镜头开始走的时候 他见到那个女孩子就抱着他弟弟 然后再跟别人再说话 然后那个车开得非常快 然后就离开 然后他跟她大概这辈子就只有见过这么短的时间 那我想到其实我的人生里面常常都有这些巧合 所以我就想要说什么叫做有发生过 什么叫做没有发生过 我们现代人非常重视一件事情就是要控制 所有事情最好都是如我所愿 就是这件事情最好跟我的剧本 可是生命当中最美好最美好最美好的事情 常常就是不是你所控制 它不属于你所有 但是它也让你感受得到它的存在 那我觉得生命本身就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有时候的错过 有时候的不期而遇 对 或者是留不住 对 我觉得这个留不住 抓不紧跟放不下 这三个事情其实是人生的功课来的 我常常现在 我对人家争执啊 或许因为我们都是华人嘛 所以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里面 每天其实从你的家庭到你的社会 你永远听到的表面好像是千奇百怪 可是对我来讲是万变不离其中 就是三句话 就是你凭什么 第二就是我的为什么去了你那边 第三个就是说那你叫我现在怎么办 这所有东西都只有这三样东西在里面 那我觉得就是抓不紧放不下 跟就是那个 这种想要去控制的一种心情 对 所以我写这首歌常常无缘无故 我自己再重听 我都觉得想哭 我其实很想做四大美人 我心目中已经知道怎么去做杨慧飞 我一直很想看杨慧飞的一个原因是 我不知道 我一直觉得杨慧飞在摔东西 所以做了这四出四大名著 导演有没有自己心中觉得你最满意的是哪一出 或者是如果要重做的话 你有最想要做的 我希望我下一出回去重做西游记 怎么说呢 我其实也很喜欢那个戏 其实这四个戏都是我心里面的肉 因为都是用了很多眼泪啊 用了很多欢笑来做的 但是西游记我觉得那个时候 还是太仓促了一些 因为我是做完了水浒传 然后七个月之内就把西游记做出来 那我当时有个想法 我觉得那个想法我现在还是蛮喜欢的 就是因为猪八戒 它其实全都是今天的旅游节目 然后那个圣悟空 它全都是今天的美食节目 然后那个唐三丈 它全都是艺文节目 然后到那个 那个 杀无尽的时候 全都是那些八卦访谈节目 那如果我觉得说能够在比较好玩的去处理 所谓这些电视节目 跟我们的人生的关系的话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西游记 因为它明显就是跟真实又有关系 又有很大的落差 就是我们想看见的自己而已 这个东西我觉得在四五戏里面 它目前它只有做到了七十分 或许六十五分 所以最想要重做的是西游记 因为 听说导演您个人最喜欢这个作品 最喜欢狗龙梦 我最喜欢 所以这部戏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 另外三部戏我都是有另外写剧本的 比如说找了不同的编剧来写剧本 但是这部戏 我是全部用原来的台词 就是书里面全部的 书里面的台词 对 可是我又要求自己完全不呈现 书里面的情境 这个好令人期待 很难 就是我现在每天就是我发现说原来脑筋跑步可以瘦得很快 所以这一个月就瘦得很快 就是因为你的脑筋一直在被卡在一个地方 卡在一个地方 但是我创作我有时候是有一种自虐吧 就是我就是要出一个题目告诉你说你就做不了 可是你就要做出来 那以往我觉得比如说三国刚开始做我真的不知道它到最后是这个样子的 我完全不知道可以这样把它做出来 我只是给自己下一张支票 就是说好全部女生演一个三国 可是这一次全部男生演这个红楼 对我来讲比全部女生演三国更难 因为女生要去演男生他们觉得说好啊 谁怕谁啊 就是这样 可是男生你要他演女生 就不要说演女生了 讲那些女生就好像宝采说的话 黛玉说的话 对有一段那天大家都听得发毛 就是只是简单如宝采去跟黛玉说 我家里有燕窝可以请你吃哦 然后黛玉就突然之间说了好长一段话 就是关于你请我吃燕窝的这件事情 你平常在听两个女生讲这些话 你就觉得说好啊 对明白 但是两个男生在讲这些话 突然之间你的心理活动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男生要进入到 他们是在寄毛蒜皮吗 他们是在串门子吗 还是在当中找到一些什么东西 就变成你好像要帮他们一起 在燕窝里面挑毛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经验可惜不是戏 因为其实它也是戏 我想如果大家来看我们排戏 你会觉得要不从头笑到尾 要不从头哭到尾 因为我们彩排的过程当中 会把男生很多一直在压抑的那些创伤 比如说他必须要自己是怎样 他不可以让自己怎样 这些东西给慢慢的扒出来 对 真的很令人期待 所以林一华导演做完了这四大名著之后 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再挑战哪一些名著 让我们先去读一下原点 然后再来对照林一华版本有什么不同 现在有这样的计划吗 我其实很想做四大美人 我心目中已经知道怎么去做杨慧妃 我一直很想看杨慧妃的一个原因是 我不知道 我一直觉得杨慧妃在摔东西 有时候他就是从这么一个意念开始 然后我还有一个有关明珠的东西可能就是 因为之前我做过巴法力夫人 她是禁书来的 对 所以我其实也很想做Lolita 她也是禁书来的 所以我也有想过说要不要做一个 做四大禁书 对四个禁书 那金平梅当然也是一个很想做的 对 好 我们先把这样的消息放出去 告诉观众们 他们比较想要先看什么 好不好 好啊 导演可以先做四大美人 再做四大禁书 或者是道过来 我们都会很期待 时间其实很有限 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说 其实生命很有趣的一个地方就是 它是一直跟你对话 我想创作这些所谓跟明珠的改编吧 它也是一个美人 它是帮助我把身为华人 然后在这个华人的文化跟社会里面 有过这么多的一些喜怒哀乐 那我觉得也不算 就没有白来一场 这是我做四大明珠最重要的目的 好 今天非常谢谢林一华导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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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